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针对这个 刑法总则这个总则的概念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啦 就是说 刑法的部分呢是 处理国家对人民的一个 刑事的处罚啦 所以呢 刑法部分呢可以分为总则跟分则 总则跟分则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其实主要讲的是刑法总则啦 那总则是说 犯罪共通的一个要件 它会把它规范在刑法总则里面 那刑法总则呢 其实它是1到99条 那其实呢这个范围呢 相对于刑法来讲 它大概是占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OK 那其实呢刑法总则可以分为很多啦 比如说呢 像第一条到第11条呢 它是规范谁的犯罪的共通要件 OK 那12条呢到31条的部分呢 它是规范的是犯罪论 那犯罪论的部分呢 是我们在这个 这八行课里面呢 会比较着重于讲解啦 因为如果是同学 未来是要考 所谓的律师司法官的话 那律师司法官呢 其实现在一试呢 有选择题跟 一试是选择题 那二试的话是 升论题跟实力题啦 那其实呢 选择题的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有时候呢 它可能会考到一些 比较细节条文 比如说像刑法论 刑法论呢 其实有蛮多条文 都是有可能考选择题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 要件的备送 OK 那可是呢 如果是犯罪论的部分呢 像12条到31条的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呢 主要 它是属于理论居多啦 那所以呢 同学可以发现啦 就是说 为什么刑法的一个考科 有一些国家考试呢 它跟民法可以 一样的等同四支 占分都差不多 因为呢 其实呢 就法条来看的话 其实刑法的条文比较少 那民法呢 有一千多条啦 那为什么刑法跟民法 可以占一样的分量 那理由是在说 同学在学习过程中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说 刑法不是说 你只要看条文 背手就可以去硬考了 你必须要呢 去了解到 如何操作这个条文 那条文的操作呢 有些很多理论的背诵 所以呢 理论的背诵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 也会多加的 跟大家做一个讲解啦 那大家好 我是刑胜老师啊 那很荣幸呢 来担任大家这一 这个课程的一个讲解啦 那其实刑法总值的部分呢 我们总共规划八堂课 那每堂课呢 都有一定的主题跟单元 那我们就直接 进入我们的内容来做讲解 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一个犯罪的类型啊 就是说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 有时候呢 看一些条文呢 你必须要知道犯罪的类型啊 那这个犯罪类型呢 原则上呢 它是分散在刑法分辙 可能每一个条文里面 有时候如果讲到危险犯的话 那你可要记得这样的概念 那危险犯呢 其实呢 它的相对概念 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 考国家考试 有时候你要记得 这个概念的相对概念 因为 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 刑法 它不像 大家以前在念一些 所谓的国高中呢 念那些所谓的课本一样啊 就是说 你只要被定义就好了 有时候我常讲 这个定义呢 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概念 去做界定 OK 那第一 第一单元的部分呢 我们要讲是 危险犯的一个概念 OK 那危险犯呢 其实呢 它本身的相对概念呢 是死害犯 OK 那死害犯呢 什么是死害犯呢 就是说 已经造成客观可见的损害 那这叫死害犯 那死害犯的部分呢 比如说像 刑法271条异象 271条异象呢 它有写到 杀人者除死刑 乌其人跟十年以上 有其徒刑 那第二项有写到 杀人未遂犯罚 罚之啊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如果 如果同学你 手篇有六法的话 你自己去看 271条异象 它有写杀人者 那杀人者代表说 你要产生 一个杀人的结果 那杀人结果 它是一个客观可见的损害 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呢 我们在路上 我们看到别人呢 可能杀人 产生一个死亡结果 这个是我们眼睛 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到 可是呢 相对来讲 实害犯是客观可见的损害 那 那 危险犯呢 本身呢 它不是客观可见的损害 它是造成一个危险的状态 或是一个危险的结果 那危险状态跟危险结果 这个部分呢 不是我们用肉眼就看得出来的 可以到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危险犯的一个概念呢 在国家考试 其实考的几率很高 那这个考科呢 我常跟他讲就是说 危险犯呢 其实如果就失利的话 选择体有考过 那如果是就其他类科呢 曾经有在警特 考过这个危险犯的概念 它甚至呢是出生论题啦 说 何为危险犯 那危险犯可以区分 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可能第一个你要记得 危险犯 可以分为哪两种危险犯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记得危险犯分类的 分类之后呢 再来你要记得是 这个抽象危险犯跟 具体危险犯的定义 那定义记完之后呢 你必须要知道 他们可能有哪些水的特征 你要把它写出来 那再来呢 当然最后呢 这种东西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一定要举例说明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讲解到说 比如说刑法的哪一条 它是危险犯的概念 听得懂什么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做这样的说明了 OK 那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危险犯的一个概念区分呢 按照刑法危险犯的一个规定呢 我们可以分为 具体危险犯 跟抽象危险犯 OK吗 可以分为具体危险犯 跟抽象危险犯 那这两者呢 的一个标准呢 是有差异的啦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具体危险犯 OK 具体危险犯呢 是说你造成一个具体的危险 那很多人说 老师那什么叫具体的危险 这个可能不太了解吗 那这个我们是认为说这样 你让法医呢 的侵害可能达到具体的一个现实化状态 OK 那这种危险呢 是属于构成要件内容 所以呢 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 行为呢 必须要具有 所谓的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你要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 这个叫具体危险犯 看到 就是说 你今天呢 做这个行为还不够 你可能要产生一个具体危险结果 那具体危险结果的部分呢 要由谁来判断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 应该是由法官来做判断 为什么 因为呢 立法者呢 会写自身电电的危险 OK 然后呢 有没有产生自身电电的危险 那这个部分呢 是法官就个案呢 加以论定 你知道吗 法官就个案加以论定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 由于它是因为构成要件的事实 有没有要求具体危险的存在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必须要以 必须要加以证明跟确认 你不能以某种假定或抽象为以主 OK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 对于具体危险的证明跟判断 事实审法院 各位助教一定是事实审法院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一二审呢 是事实审法院 对事实去做我认定 OK 那第三审呢 是所谓的法律审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这样的具体危险 有没有产生 这个部分呢 要看法院的去 去加以判断跟证明 看到 也就是说 你如果做这个行为呢 还不见得产生这样的一个 不见得会构成这样的犯罪 你必须要有 具体危险产生 那具体危险 我刚才有讲过 具体危险不是我们客观可见的损害嘛 所以它跟杀人罪的判断是有差异的 因为杀人罪是 你产生一个客观可见的一个事实 其实说真的 你就构成该罪了 杀人者嘛 比如说产生死亡结果 那你就构成该罪了 可是呢 你如果是具体危险犯的话 你必须要由法官 就个案来判断说 有没有产生一个危险的状态 危险的一个结果 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是认为说 施政法院呢 应该以行为当时 各种具体的一个情况 或已经判定的因果关系为依据 来认定行为是否具有 侵害法益的可能性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具体危险犯呢 其实 它本身的沉醉几率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不是你只要做 我们法律所规范的行为 你就成立该罪了 你必须要是这个行为 然后有没有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产生 那这两者之间呢 还要判断它的因果关系 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都有才能成立该罪 所以它显然多了一个什么 具体危险的结果要求 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 所以具体危险犯呢 我们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要记得这个是法律的用语 所以具体危险犯的具体危险呢 我们是认为说 作为结果的危险 为什么 因为它要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 它产生一个危险结果 OK 那这个呢 学说上呢 又称为它叫 司法认定的危险 为什么 因为我刚好讲过 你不是说 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 对不对 你必须要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 必须要产生一个危险结果 而这个危险结果到底有没有产生 它是要由法官来加以确认 听懂什么 法官来加以确认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能同学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所以呢 一般而言呢 具体危险呢 在刑法分则里面 对 刑法分则呢 其实刚刚我们讲过 我们这一堂课是讲刑法总则啦 那同学说 老师那你现在怎么讲到刑法分则 我刚刚有讲过 刑法总则呢 是犯罪的共通要件 对吧 那其实呢 危险犯这个概念呢 在所有的犯罪里面 都有可能会被讨论到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部分我们是把它放在总则来做说明 那分则部分呢 你当然就要选择一些所谓的条文啊 因为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刑法分则呢 它是一个犯罪的清单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刑法分则呢 从100条到363条 它其实都在规范 什么什么什么罪 对吧 那它其实在规范说 谁样的行为会构成犯罪形态 对吧 所以呢 你这个学 危险犯呢 我常跟他讲是说 你必须要 学习 比如说我们刑法分则 你到时候呢 你学完刑法总则 你当然会学刑法分则嘛 那分则的部分呢 你可能要去看 某一些条文 你可能知道它是危险犯 可是你必须要判断 它是抽象危险 还是具体危险 看到 那这里呢 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特征 它的特征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在所谓的刑法分则里面呢 通常会写到 比如说 危害公共安全 或足以发生什么什么危险 或引起什么什么危险的字样 可以啊 因为呢 不一定啊 这个在条文里面呢 有时候呢 写法不一定 只是呢 只要写到 产生什么什么危险 它可能会写 逐身所谓的危害公安全 或是逐身什么什么危险 或是所谓的 引起什么危险 只要有加到 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的这样的字眼 那这个又成为具体危险犯 那具体危险犯 我刚才有讲过 其实它本身呢 是比较复杂的啦 为什么 因为具体危险犯呢 它不是说 你只要做行为就好了 你要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 OK 那相对于这个具体危险犯 这个部分我们在讲 是具体危险犯喔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我们下一页呢 我们要讲的是 抽象危险犯 OK 那抽象危险犯 跟具体危险犯 它是一个相对概念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你还是要稍微的 注意一下 就是说 抽象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 它都是危险犯的一种 你不要把危险犯 跟实害犯 搞混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它三位概念 是实害跟危险 那危险下面再分 抽象危险具体危险 所以我曾经有看过同学 把具体危险犯呢 当作死害犯 当作死害犯 这个就像前几年呢 其实警察特考呢 有考了一题啦 那就是说 在楼梯间呢 堆满了杂物 造成呢 楼上邻居走下楼梯呢 踩到它的杂物呢 滑倒受伤 OK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 它本身在考的是 1892 1892 主生 主射逃生通道罪 那主射逃生通道罪 这里面它有写到 危害于他人的生命 身体健康啦 那很多同学呢 在当年呢 警察特考呢 其实他就写错了 他认为说 哦 因为呢 原则上我常跟他讲 就是说 那一年 其实警察特考 如果你有写到 1892 其实说真的 你大概有赢一半以上的一个人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 都没有去念到那个条文啦 可是我要跟他讲 就是说 有一些同学呢 很可惜的一点 就是说 他本身有念到那个条文 可是呢 他把那个条文呢 错误的解释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那个条文要写说 一定要危害于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 所以呢 有些同学又会写什么呢 就是说 今天如梯所事 楼上邻居呢 走下楼梯 踩到这个拖鞋 滑倒受伤 这显然是 所谓的 逐身损害公众 逐身损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 各位那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你从楼上走 比如说邻居呢 从楼上走下来 踩到拖鞋滑倒受伤 请问 这是客观可见损害 还是一个危险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客观可见的损害 对吧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是 你今天把食害的结果 当作所谓的危险 那你这样的写法 简单是错误的 对吧 所以我常跟他讲是说 那一题呢 其实本身应该是要考 1892的一项 就是主胜逃生通道罪 然后呢 再来要开一个 280过失伤害 为什么 因为过失伤害本身是一个 食害犯 所以那一题呢 本身在考危险犯 跟食害犯的区分 危险犯跟食害犯的区分 所以请同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其实很多人说 老师那一题呢 要怎么 那要怎么去写 那个所谓的危险跟食害 危险的一个认定 因为跟你主持的逃生通道罪呢 他保护的是什么 公众网 就是那种所谓的逃生的一个 可能性嘛 所以你应该是写说 因为这个邻居呢 他在楼梯间堆满杂物 造成呢 可能他人在灾害发生之际 可能有逃生上的危险 那才是危险的一个结果啦 可以啊 所以呢 滑倒受伤那本身是死害 那不是危险的结果 可以啊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讲是 死害跟危险要先区分 那危险再区分成抽象危险 具体危险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是具体危险 OK 那再来我们要介绍 是抽象危险犯 OK 那抽象危险犯的部分呢 可能同学稍微留意一下 原则上我们认为说 抽象危险犯呢 它是行为本身 含有某种侵害法医的可能性 而被禁止的太阳 那它着重是行为本身的危险 OK 着重是行为本身危险 所以你只要做这个行为 你本身就具有危险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认为说 这种随着抽象危险 不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 那因为呢 我们刚才讲过 它是一个什么 行为本身就有危险性嘛 所以它认为说 你只要认定呢 你事先呢 你某种行为呢 具有可罚的一个什么 实质上的根据 就是说 你的行为可能就 本身就有害于公共安全了啦 所以它认为说 你的行为 原则上呢 只要你做这个行为 本身就有害于公共安全 所以我只看 你有没有做这个行为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发现嘛 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具体危险犯 要一个具体危险的结果 而抽象危险犯 在认为说 你不用 你客观上 你不用判断 具体危险有没有产生 你只要 符合这单行为太一样 因为你只要符合这个行为太一样 我们认为 你就有 立法者推定的危险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你们看到 事实上呢 它不会问 有没有发生这个危险 只要有这个行为 最急成立 因为它着重的是行为 所以很多同学在学习 抽象危险 具体危险的时候呢 我都会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说 其实呢 你本身就记啊 具体危险 因为它写具体 本身要产生一个具体危险的结果 所以它比较偏向是结果犯 OK 那抽象危险 它写抽象嘛 所以它不用产生结果嘛 所以它本身是怎样 着重的是行为的危险性 可以啊 所以呢 可能后来稍微这样 所以它这个我写到 只要证明是行为存在就可以了 那行为不是想象或异断的啦 所以呢 你只要有抽象危险 只要有任理有抽象危险呢 你就具有所谓的 构成要件的一个私自违法性 所以呢 各位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立法者 所拟制的 或立法者所推定的危险 看到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具体危险犯 它本身是有点偏向是 司法认定的危险 因为是要由司法者来加以确认 那据抽象危险犯呢 它不是由立法 司法者来确认 它是立法者已经把你拟制好了 就是说立法者你基本上 你一开始呢 他在立法的过程中呢 他觉得抽失剥茧 他觉得说 做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有危险性 所以呢 我不用在他条文件里面去规范说 一定要产生什么样的危险 因为我 立法者他本身觉得说 只要做这样危险 我就拟制你有 做这样的行为 我本身就拟制你有危险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立法者的判断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同学可能要再来 决论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里有看到 所谓的抽象危险呢 着重是行为本身的危险性 OK 那抽象危险呢 它是一个行为的危险 OK 这个我们称为立法推定的危险 OK吗 立法推定的危险 OK 所以呢 你们看到 所以他这里有写到 所以 我要跟大家讲是说 那既然是说 推定的危险 那其实呢 这几年来呢 其实呢 说真的 在实物上最大的问题是说 那请问这个立法推定的危险呢 可否推翻 这是一个问题 立法推定危险可否推翻 因为呢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会看到 比如说像刑法173条 放火稍微现供使用至住宅 或现有人所在之建筑物 矿坑火车电车 或其他供水路空 它本身是一个抽象危险犯 为什么 因为呢 它只规范你放火烧毁现供使用至住宅 或现有人所在之建筑物 矿坑火车电车 或其他公众的一个运输交通工具 你只要做这个放火的行为 本身就会构成173条 那实际呢 173条呢 这个放火罪呢 我们认为它保护的是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 那这个保护公共安全呢 可不可以被推翻 可不可以推翻 因为有些人呢 通常会讲说 虽然说我做这个放火的行为 可本身我没有侵害到公共危险 像这个国家考试很喜欢考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农舍 农舍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你可能就是一栋建筑物在那 然后附近都是农田 OK那问题来了 比如说我今天放火烧毁一个农舍 那有没有构成173条 异象 各位如果从条文文艺来看的话 的确是符合的喔 为什么 因为它的确是放火烧毁现供使用至住宅 或现有人所在是住宅 那的确是构成173啊 可是呢这时候呢 行为人呢本身会出来讲啊 各位我要跟他讲的是 我本身也是律师啊 对不对 被告的律师可以这样抗辩吧 你173条你本身在保护什么 你173条你本身在保护公共危险耶 那可是我今天是放火烧毁一个农舍耶 这个农舍烧光了 旁边都是农田没有人耶 顶多是稻草人而已嘛 对不对 那哪来的公共危险的侵害 对吧 所以呢这里会产生一个 呃一个问题是在说 抽象危险犯 他是立法推定的危险 而立法推定危险 我行为人可不被局反正来推翻嘛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案例嘛 农舍那本身没有公共危险啊 那很多人说老师那如果假设 没有构成173 那他无罪耶 真的是无罪吗 其实我要跟他讲的是什么 不见得无罪 为什么 因为其实各位 不要忘记啊 刑法分者他有很多条文 我们现在只是探讨说173 有没有成立 比如说你173不成立 你就一定是 喔所谓的 呃不成立犯罪 你就是一定是无罪 对我们的刑法检验是这样 我们会把刑法分者整个拆 摊开来看 然后看你符合哪一条 那我现在只是讲也是173条不具备 173条不符合 那代表你其他罪不符合嘛 还是没有嘛 比如说像353嘛 对不对 你还是会构成毁损建筑物罪啊 对 因为那个农舍是他人的建筑物啊 你今天用一把火把它放放了 烧毁了 请问有没有所谓的353条灰顺建筑物 当然还是有嘛 可以了解吗 所以当然是有 所以呢这里呢 这几年呢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 可不可以推翻 那基本上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 虽然说抽象危险犯是立法推定的危险 但对抽象危险是否存在能有判断的必要 这个是我们的史物见解所讲的哦 OK 那也就是说行为人 呃所谓的应该以行为呢 一般的一个情况或一般社会的一个依据呢 判断 行为是否存在危险 只能确定到底有没有立法推定的危险 你知道 其实我跟大家讲是说 抽象危险犯 本身呢这里呢在我们的一个行法的一个分类 这几年呢其实探讨比较多了 就是他认为说 还有分为行事说跟实质说 那这个行事说跟实质说的差异再来说 我刚刚讲过 抽象危险犯呢他是立法推定危险 那是不是只要做立法 推定了这个危险行为你就构成 还是呢 被告本身他可以主张 所谓的举反正推翻 那依照我们这一段的实物见解来看的话 抽象危险犯 他本身是比较偏向实质说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抽象危险 你本身还是一个危险犯 那你还是要具有危险 你才能成立改罪 可是呢如果才行事说的话 他着重的是抽象的概念 他认为说 你只要做这个行为就有危险 我不容许你推翻 不然每个人都这样举反正推翻 那我抽象危险犯 是一个无用的抽象危险犯 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那从这样的实物见解这段话呢 你可以发现 那我刚才举的那个案例嘛 虽然说这个农舍是有居住的 我的确我做这样的行为 的确是符合173条意向 因为我的确是放火稍微现供使用之住宅 或现有所在之建筑物 可是 这里实物见解已经讲了 那我还是要 还是可以怎样 你那个法院在审查这个个案中呢 你还是要去审卓 我到底有没有 符合立法推定危险 那173条它本身在保护公共危险嘛 所以你还是要去检验 我的行为到底有没有公共危险侵害嘛 所以呢如果依照这样的实物见解来看的话 它显然是才实施说 就是说你必须 虽然说感觉它是立法推定危险嘛 可是对于这个抽象危险 有没有存在还是有判断的必要 所以他认为说 你这个应该依照谁的一般的社会经验来判断 判断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存在抽象的危险 也就是说具有侵害法 侵害结果有这个危险 使能推定 使能确定 你到底你的行为有没有符合立法推定危险 那这样的案件 这样的一个见解呢 其实在最高法院行之多年 不过这样的见解最后遇到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呢是那个 呃我们后来呢大家都知道 有发生一个黑心有案件 那黑心有案件呢 其实它本身呢 呃有涉及了一个条文叫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 食安法 那食安法49条呢它本身有 呃有规范一个概念就是这样 你如果有做参委 就参甲的东西或添加呢 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所核准的添加物 那你如果做这样的行为 本身就有危险性 呃就就会构成 食安法49条 不过呢各位应该可以想一想啊 就是说 请问呢 这些黑心有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他会是等闲之辈吗 嗯相当 想想一想应该觉得说一定是有一定的 因为公司有一定财力嘛 请台律师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我跟他讲 那时候呢那个案件呢 律师在当庭就是用这样的概念 来帮他做便服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 呃虽然说食安法49条呢 他是有写到 参委添加中 呃 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 你还是要去判断嘛 法官还是要就个案呢去价里判断 你到底没有符合立法推定的危险啊 可以啊 那所以呢这个黑心有公司呢 他本身就打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 他就拿出一份SGS的检验报告 那这个SGS的检验报告怎么讲呢 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呃这个所谓的油品呢 本身对人体无害 好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油品呢 本身他是有参假的 因为他可能有参一些其他的油品 可是呢本身对人体无害 所以呢那时候呢 其实就讲 这个律师呢就讲一句话 呃法官 虽然说我方的当事人呢 行为虽然说符合立法推定的危险 可是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 你还是要 你还是要去判断 有没有行为的危险性 那我 我方的这一份的一个检验报告可以显示 对人体无害啦 所以呢没有侵害到人体的危险 那最后呢 法官也只能依照最高法院呢 抽象维权制裁实质说 最后呢判他无罪 实案法四十九条部分无罪 不过呢 这样的判决出来呢 引发社会画篮啊 因为社会大众都觉得说 欸法官啊 你们是喝黑精油 喝到头脑坏掉吗 这样的喝黑精油 这样卖黑精油 你们竟然认为没有构成 所以后来呢 这个案子呢 就进入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认为说 欸的确有点不妥啦 为什么 因为其实 我们一直以来 最高法院一直以来才实实说 那感觉在那个案子呢 被人民误解说 哦感觉好像卖黑精油无罪 可以啊 所以后来呢 我们的最高法院呢 有开一个刑刑决议 针对实案法四九条 他后来是改采刑事说 后来他后来是改采刑事说 那只是呢 这个改采刑事说呢 会有个问题在说 那请问以后是 所有的抽象危险犯 都改采刑事说 还是只有实案法四九条 改采刑事说 而其他的抽象危险犯 是采刑事说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啦 可以知道吗 那就 老师我的观察 因为毕竟老师本身也是职业律师 就老师我的观察 我不骗大家 大概只有在实案法四 有一条改采刑事说 其他的抽象危险犯 还是采 实实说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部分呢 抽象危险犯我常跟他讲 刑事说实实说 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因为毕竟这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概念啦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那这里我们就 因为我常跟他讲是说 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念完了那些定义 然后呢 你念完了那些特征 其实呢 最主要是你一定要举例 再来说明 用案例呢 来帮助自己 检视一下 到底有没有了解 刚才所教的内容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举例 举例的部分呢 我们当然是举最有名的案件 最有名的条文 那其实同学如果假设呢 想要做一些测试 我建议大家啦 你可以去办一百大概 一百 大概一百七十条以下 一百七十三条以下 其实那些都是所谓的公共危险犯罪 你可以去判断 每一条他到底是抽象危险犯 还是具体危险犯 那当然我们在课程中呢 我们当然是做比较经典的一个介绍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 抽象危险犯的部分 抽象危险犯的部分呢 这个就像 刚才刘正老师 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啦 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有写到 所谓的放火稍微 现供使用之住宅 或现有所在之建筑物 矿坑火车电车或其他 供水路空公众运送之 舟车航空记者 这个部分呢是无期徒行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行 那可以从这条呢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本身是抽象危险犯 还是具体危险犯 抽象还是具体 抽象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条文里面 根本没有看到 自身点点危险的字眼 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叫抽象 因为 你只要做 放火烧毁 现供使用之住宅 或现有所在之建筑物 矿坑火车 电车或其他供水路 供送运出 你只要做这样的一个危险 你只要做这样的一个危险行为 你就构成该随 所以我刚好讲过 抽象危险犯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立法推定的危险 OK吗 它本身是一个立法推定的危险 就是说 你只要做 黑板上这个立法所 所拟制的一个危险行为 你就具有危险性 所以这叫抽象危险犯 看到了吗 这个提醒大家 那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具体危险 那具体危险的部分 其实可能要稍微留一下 这个174条的二项 174条二项它有写到 放火稍微前向自己所有之物 自身公共危险 各位 有没有看到关键字 自身公共危险 那自身公共危险的部分 可以发现它一定要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 OK吗 它一定要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 那这个危险的结果 我们认为说一定要 一定要产生 你如果做这个所谓的烧毁 所谓的非公共使用之住宅 这样的一个危险行为还不够 你必须要有一个自身公共危险 那这个自身公共危险由谁来判断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抽象危险犯是立法推定危险 而具体危险犯呢 它是什么 司法认定的危险 OK吗 它是一个司法认定的危险 那这个司法认定危险呢 是应该是由所谓的法官呢 在个案中呢 去嫁以审酌 就审酌说你除了做这个行为之外 你还产生一个公共危险啊 那这样的行为跟结果之间 有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 听得懂意思吗 那这个部分呢 是抽象危险犯的概念 那我们介绍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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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